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那叫羽绒服 正好碰到一个知青 他收留我 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街上还有人睡在马路上 我说我怎么能睡在家里呢 我就穿着这个羽绒服 我就到马路上跟那个乞丐在一起住了一夜 那一夜我就觉悟了 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愿意吃苦你一定能觉悟 那一夜我就看到了一个 发生了我人生当中的一件大事情 正好在大昭寺就黄昏的时候 我就来到大昭寺门前 很多圣徒朝圣的地方 结果呢天黑了 朝圣者陆陆续续都走了 就很多乞丐 大人孩子主要是流浪儿 他们是各地的 有青海的 有藏族的 有汉族的 就在那里 差不多有十几个孩子 都五六岁啊 七八岁的都有 这个有的喇嘛 也脱了红袍 有的他们就分吃那个脏霸 那个脏霸他们白天要来的 哎呀他给我吃一点 我一吃里面全沙子 但是我都咽下去了 然后他们还从地上捡来的烟头 你一口我一口 跟那个抽大麻似的 跟那个宗教仪式似的 我觉得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 我印象很深 一个小男孩这么小 他穿了一个喇嘛的红袍 哎呀 他脱了衣服 脱了上衣 一看是个姑娘 很美的一个女孩 他脱了上衣 我猜是个姑娘 正在大家在这里分着脏霸 像一个家庭一样的 在这里分时 天就下雨了 下雨以后 这个半夜了 突然间 就这个祥和的气氛被打破 就是从大昭寺里面冲出来 三个四个 拿着这么长的大木棍的喇嘛 贱人就劈头盖脸地打过来 我当时 我还想跟他们论理呢 衣棍子就打过来 我幸会穿着羽绒服 打在我的背上 跑啊就跑了 我跟那些孩子都跑了 然后他们就在那里拜 把我们打走了 因为孩子在那 抽烟啊 大概说话呀 败坏了他们的教规 然后我们就去各自找住的地方 而且到了下雨天 天冷啊 天寒地冻的 我穿的羽绒服都还冷 七八月份 他们都是单一 而且这个狗啊 野狗啊 白天都很温顺的 到了夜晚都咬人 而且看见穷人都咬 就是看见有钱的人不咬 他看见我也咬 说明我已经改造好了 我就是觉得 就是因为有一些店铺 他们有一些长椅子 这个长椅子是铁皮的 虽然有点缝隙 但是你躺到下面就可以躲雨 否则的话 本来只有大招式可以躲雨 否则你就淋雨了 所以大家都要去躺到那个下腾 但是你有时候一身头一个狗在里面 那嗡一下 就差得咬了你一口 所以我就 后来我就不喜欢狗 就是这个原因 这个追着小孩咬 傍晚 所以穷人有时候用个打狗棍 我以前以为是夸张的 真的是要一个打狗棍 然后那些孩子 总而言之 大家就各就各位 我也最后找到一个地方 找到一个地方 就抬不起脖子一个货摊的货架下面 我就躺了一面 躺了一面 我就看到这边是喇嘛在那里顶礼膜拜 那边是一些外国的西方的一些艺术青年在那里 在玫瑰花盛开的 放着玫瑰花的这个帐族的帐房里面 在那里喝着酒 放着迷迷之音 跳着舞 他们拿着长镜头 对着这些人 其中有一个我路上帮他进藏族的一个朋友 捷克的一个女的 他就跟我争论 他说西藏是理想的乐土 他历尽千辛万苦来到了这里 终于找到了自己理想的王国 我说不是的 他说是的 我说不是 是因为我晚上住在 我跟乞丐住在一起 你晚上住在宾馆里面 当然我们两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所以体会不一样 而且我现在对披着宗教外衣的这些喇嘛 深恶痛绝 我不怕得罪他们 如果是真的佛教徒 他就不该这么干 这么干的人 他一定是恶贵 不管他披着什么衣服 所以我就觉得 我这一点上 我用我的生命换来的经验 我不喊 我达赖喇嘛坐在这 我也跟他辩论 这件事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管 还说什么呢 你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所以我就觉得 很多事情 我回过头来讲 文学谈小事 不谈大事 文学只谈具体的事 那天 那个夜色黄昏的时候 分那个脏发的时候 我真是觉得 如果我一生当中 能总结出几个最幸福的瞬间的话 那就算一个 就是大家想想看 我那会儿年纪轻 二十多岁 还是一个艺术青年 穿着个羽绒服 终于来到了自己理想的地方 自己摊开了 跟那些乞丐在一起 我把我包里拿着东西给他们吃 他们把要来的饭给我吃 大家轻如一家 本身都不认识 减个烟头 你一口我一口 那是神仙日子 结果被他们 就是那个瞬间 这我感觉特别美好 特别美好 讲的具体的感受 文学 只讲小事 不讲大事 文学就是老话讲的没错 小宗见大 众为清根 我关心的这个话题 我刚才讲的这个故事 为什么我这么多年来 我记忆犹新 因为它是关系到宗教 民族 这些最说不清楚的问题 我一个故事就说清楚了 文学就有这种本事 它用小事来讲大事 用轻来说重 它不要讲数据 据统计 现在我们修了多少铁路 改善了多少人生活 有多少多少人脱贫 有多少多少人 收入提高了百分之多少 没有意义是空的 在文学上 我不是说在经济上 文学不管这些 文学只讲一个故事 这就是文学 比如说 我给大家布置一个题目 对了 你们的作业 陆陆续续 有人教 有人没教 我现在换一个 就你们也可以写 对自己一辈子的第一印象 也可以写任何一个题目 写个读书笔记 写一首诗 写一句话 都可以 你永远怎么写 但是要交一份作业 要不然没有平时成绩 好吧 没有要求 我父亲原来跟我讲过一个故事 就是 他说他们 上那个哲学课 我父亲原来是 蒋介石的中央大学 就是1948年 解放前 蒋介石的中央大学 后来还在那个 重庆的沙平坝 一段时间 在培都 有一段时间 在那里见分校 他说他们有个哲学老师 给他们很有名的一个哲学家 我不记得名字了 跟他们讲哲学课 讲哲学课 最后期末考试的时候 就发卷子 发 发卷子 上面 只有一个题目 哲学是什么 大家就在那里答 后面同学还没拿到卷子 前面一个人已经交卷就走了 大家都以为他交白卷了 最后一看他得了80分 他就写了三个字 不可知 他也得了80分 我就觉得这种学术氛围很好 为什么不能这样呢 我很喜欢这样的学术氛围 但是 我是愿意的 可是有时候 环境不允许 我们心灵要自由 就可以了 我接着回来讲 这个宗教的话题 就是说 耶稣 回来是为了承担责任 那么我在看竹林七贤的时候 我解决了一个历史疑难问题 或者说我对历史上的一个公案 我画了一个大的问号 什么样一个公案呢 大家会去看看竹林七贤 有一个最了不起的人 叫姬康 姬康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他本来是个打铁的 这个一表人才 娶了曹操的真孙女 叫常乐亭主为妻 作为一个祭宗伞 但是他是个贤侄 他不做官 他的朋友要叫他做官 他跟他的朋友绝交 然后呢 他成天就弹琴 弹广陵伞 有个古人传给他广陵伞 最后他临终以前 这个弹了广陵伞 被砍头 因为有一个叫中会的小人陷害他 这个司马昭 容不下 有独立思想的人 要把他杀同 这个要是有时间 我们专门讲 以后我们讲到中国文学的时候 专门讲姬康 但是姬康有一件事情 我要今天讲 姬康有个故事 这是历史上都有记载的 姬康在他的成长的过程当中 有一段跟释迦摩尼 跟耶稣一样的经历 是什么样 去修行 去山林里面 跟一个叫孙灯的人修行 一个叫孙灯 一个叫王烈 两个人都是仙人 吃那个五十散 而这个孙灯是什么人呢 他用夏天用树皮做衣服 冬天留着长发裹在身上 住在山洞里面 是个高人 姬康跟他在一起待了三年 待了三年 就是修行 可想而知山里面有什么吃的 有什么喝的 有什么住的 就是苦行 孙灯不怎么搭理他 姬康就很虚心 他快要走的时候 他要回红尘世界 姬康就问孙灯 老师我都要走了 你还不跟我说两句话吗 孙灯就开口了 这个高人开口 说子时火乎 你认识火吗 你认识火吗 他说这个火 之所以有光 有火焰 因为有柴火 因为有柴 所以才有火 有光 人有才华 还需要有识 才学识的 还需要有见识 识物 还需要识识物 认识这个世界 说你只有才华 但是不识识物 不了解这个世界 就好像这个火 空有火焰和光芒 没有柴一样 兄弟呀 你回去危险了 结果不幸严重 姬康回去以后 看不惯现实当中的一些 阴谋 他为他的朋友 这个掉了脑袋 怎么回事呢 他一个好朋友 受了冤屈 这个 他的好朋友叫吕安 跟他一起 经常互相写文章 结果吕安呢 有一个很邪恶的哥哥 这个叫吕迅 这个吕迅 原来还是姬康的好朋友 这个吕迅啊 有一天啊 就强奸了吕安的妻子 然后吕安就问 姬康怎么办 他很生气 他的哥哥强奸 他的妻子 姬康就好言相劝 说算了吧 为了家庭的荣誉 为了家族的荣誉 算了吧 我也去跟那个吕迅讲 你以后不能再这样子 吕安就算了 结果吕迅反过来告吕安 说他不孝敬父母 把吕安投到监狱里面去了 而姬康 这个时候就帮吕安说话 就有点像当年司马迁 帮这个李林说话一样 这么有智慧的人 关键时刻怎么样呢 他不得不做一些 一个有常识的人 应该做的事情 有朋友有难 说句话 说句话 那些人等着他呢 就把他抓进去砍头了 所以历史上都认为 姬康是个天真的人 孙敦是个高人 连姬康自己都认为 姬康自己的诗当中 有远禅柳夏 敬窥孙敦 就从远来讲 他觉得对柳夏慧 也是个春秋时期的一个高人 他感到惭愧 敬窥孙敦 就是如今我面对孙敦 我感到惭愧 意思就是 黄黄灵芝一年三秀 我独何人有志不救 他就对自己很不满意 觉得自己什么事都没做好 就像我看到当年 写国歌的涅尔 涅尔的日记 涅尔就写出国歌来的涅尔 他的日记 成天就讲 哎呀 今天又没有好好做事情 今天又去喝酒了 今天又去玩了 哎呀 我以后再也不能这样了 我一定要 实际上他把国歌都写出来 他自己就 老是觉得自己做得不好 季康也是 老觉得自己不行 但是我突然意识到 我觉得季康 耶稣 释迦摩尼 孔子 他们是一样的人 他们比孙登高明 就好像耶稣比那个约翰 就是被撒勒美砍了头的约翰 施洗约翰 约翰是个什么人 就像孙登一样的人 他住在沙漠里面 吃虫子 长发披肩 像个野人 但是他是个先知 他还为耶稣施洗 但是他就生活在荒野里面 最后还不幸地被撒勒美 要了他的脑袋 这是后话 那么耶稣转身回到了人间 释迦摩尼否定了这个世界 要来改造这个世界 季康为什么没有去修行 历史上没有回答 总觉得季康天真 六根未尽 不 我看到这段历史的时候 我随着我对季康和竹林七贤 和人类的历史 逐步有一些真实的了解的时候 我就发现这个季康了不起 他在孙敦之上 他回到城市间 不是来游山玩水的 更不是六根未尽 他既没有来做官 也没有来发财 他要什么 他来承担 他来 在这个不公道的世界上 他要谈广陵伞 广陵伞是关于一个刺客的故事 后来我就发现 鲁迅整理了季康之后 鲁迅就变成了一个季康 鲁迅完全是个季康 讲头枪匕首 侠客 壮士 铸剑 都是季康的词 季康的思想 我举个例子来讲 当然这个不可同日而语 我这样说可能也有点笑话 就是说 我有朋友退休了 不是年纪大了 是钱挣够了 海边别墅 世界各地买了房子 就说 你到这来玩了 我说我还有课 你什么境界 还上什么课 意思就是 兄弟咱们就海边 看太阳吧 我都到这境界了 你还在人大 舍不得那份工作 我后来一想 我在人大 哪里是一份工作 是一个责任 是一个使命 我在承担着something 这个不能跟他们说 这是我的秘密 我的意思是说 当一个人要承担的时候 是更艰难的 理解吗 我住在海边 那谁不会啊 我也 我出去也有本事挣钱的 挣钱很容易的 对我来讲 我出去 我也会这个会那个的 但是 我要把功夫都废掉 只做这一件事情 吃力不讨好的事 就像 因为我有榜样 这样的人 他真正是我们民族 长夜的灯展 我们民族的漫漫长夜的灯啊 明灯啊 不是四书五经 不是某个集团 某个王朝 某个党派 而是那个 而是那些孤魂野鬼啊 他们照亮了我们的民族 像姬康啊 像鲁迅啊 像陈独秀啊 像李大钊啊 像文一多啊 像屈原啊 这些人啊 像文天祥啊 这些人照亮我们的民族啊 哪里是什么 大唐盛世 大唐盛世 结果盛在哪啊 看不见了 灰飞烟灭了 是吧 可是 这些关键时刻 这些人的这些 点点滴滴的行为 司马迁啊 司马迁最了不起的 我相信如果问他一句话 他最了不起的是什么 不是写的那部史记 是他为朋友说了一句话 他被施了这个辅刑嘛 工刑嘛 就是关键时刻 为朋友说句话 你做得到吗 你敢于承担吗 摸着良心说 做到了就了不起 做不到 别废话 谈什么文学啊 所以我就在讲 文学就是重 就是承担 而不是搞笑 所以现在我就觉得搞错了 为了娱乐大众啊 老百姓一天工作挺累的 我们给大家带来欢乐 有什么不好啊 错 文学不是给大家带来欢乐 是给大家带来思考 是给大家激励大家的勇气 信心 使大家在黑夜当中看到光 在软弱的时候获得力量 而这都不是抽象 都是很具体的 而且你有了这份心以后 你看到这个世界都是美好的 比如说 我跟大家出个题 你们这回作业当一回事了 我已经说随便怎么写了 你们尽快统一地交给我 有时候我怕搞乱了 你们就五一以后的第一次课 交给我好不好 五一以后的第一次课 统一地交给我 时间还有 好 我就跟大家讲 也是我最新的体会 就是说 你如果再认认真真做一件事情 你会觉得这个世界都很美好 我不是在那里开会啊 或者说做买卖啊 这样的人 我天天在劳动 我天天在写 逐龄期写 我跟这些人在一起 我总觉得我要再为这个 为这个我周围的人啊 为这个 就说大一点 为这个民族点点滴滴 做一丁点事吧 我再做 好 因为我劳动了一天 我住在很远的西山崎 一个很小的房子里 我劳动了一天 觉得很充实 我就下楼了 哎呀 我一下楼那天就感觉春天来了 如果我让你们描述春天来了 是什么概念 我就说很具体 我的春天来了 就是我下了楼 大家想想看 像我这么傻乎乎一个人 猫在一个书斋里面 工作了八个小时 这个我那个十八楼是朝东的 也没什么阳光 冷嗖嗖的 我一下去 哎呀 那个暖气 那个热流啊 涌过来 好像跳到一条温暖的河流里面一样 我看见什么都很好 哎呀 我就尤其是看到 哎呀 这个有些山东来的农民 卖的那个初步的床单 哎呀 这个床单 我说我找了半天 我就是要这种床单 很漂亮的床单 哎 然后这边的 呃 卖煎饼果子的呀 那边收废品的呀 哎 最画龙点睛的 是我看到了卖金鱼的 啊 一缸一缸的小金鱼 五毛钱一条 就是又是刚刚出生的小生命啊 哎呀 特别活络 我养了一两条 从这么小的养了很大 我那里养什么活什么 哎 我说回去两个月它都没死 真的 我养的鱼两个月没死 哎 就因为我 我在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在那里 水龙头滴一滴一滴水 滴的 我觉得鱼的生命比水重要 当然也没用多少水 后来我就简而言之 我就 看到了这个 一缸一缸的 特别小的 红的黑的那个鱼 在那里抖抖 哎呀 我说春天来了 那么美好 小的生命又来 我就买了一缸鱼搬回家 我生活的就很充实 就很幸福 我生活的 怎么在这里 我生活的 我生活的